为了协助应届毕业学生无缝接轨职场 新北市就业服务处昨天与真理大学合作举办了校园就业博览会 现场邀请超过30家的厂商共襄盛举 包含了半导体营造业、食品业还有精华国际酒店等等 总共释出了1630多个多元职缺 薪资最高上看51K 经过统计参加活动约423人 投地履历有170人次 预估可以入用71人 出估的媒合率达到了41% 要有全信的、要有人道的、要有幽默的 然后能够马上再衔接到社会上是可以直接就业 专业一定是基本具备的 另外当然要具备了品格、要具备了幽默的精神 有时候我们就要化解一些尴尬的场合 需要有幽默的 对社会上要有人道的精神 所以我们有3H的精神能够让学生应力的到社会上 能够融入到这个团体里面 现场青年服务专区有吸引不少学生热烈资讯 校长也表示活动选在这里大学富有意义的3H大道进行 而且3H代表的就是谦逊、人道以及幽默 搭配办学宗旨、追求真理、爱与服务、培养真理学生的素养 值得各大企业选用人才 而校长也补充 这里大学历史悠久 解图校友更是跨足各行各业 包含了福寿实业董事长 还有丰鲜钢铁董事长 以及鼎泰峰董事长等等 而鼓励就业之外 也鼓励创新事业 力求造福更多人 真理大学位于淡水地区 那淡水又是一个文化古蹟 人人汇吹的一个地方 所以这次提供的一个职缺跟厂商 有超过50%以上 都是跟观光产业有所关联 那另外在真理大学的 这样的一个校园 在马街博士在创校以后 一直延续了马街的一个精神 所以他们的校训以谦逊为主 所以这个对于未来 学生在职场上的一个 我觉得我想是非常有帮助 因为我刚刚志祺有特别提到过 其实现在厂商看的专业 已经不是第一个 反而是他的品格 跟他的谦逊的一个 跟他的工作态度 新北市劳工局局长表示 淡水是个人文会催的地方 也是新北市文化观光的重镇 这一次求财职缺 总共有六成都是餐饮旅宿业 也代表着厂商对真理学生的期待 而办理校园就业不然会 不仅是提供应届毕业生 与厂商的直接面对面的沟通平台 也让在校生有机会提前了解 就业市场的趋势 而新北市的工局也推出了 青年全方位的就业计划 多方管道协助学生顺利卖入职场 而局长也不忘敏力同学 除了专业技能之外 谦逊的态度更是影响 未来职业的重要因素之一 也希望同学们可以保有 并且预祝求职顺利 记者去端一带入水采访报道